哈喽大家好我是游戏狂人同时也是功夫狂人 喜欢功夫的朋友一定要订阅本频道 一龙今天的对手他从15岁到23岁之间几乎囊括了韩国所有从青年到少年的跆拳道冠军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跆拳道的腿法世界第一杀伤力世界第一 但中国功夫只是适合老人和孩子们锻炼身体用 画面中这个年轻小伙子他拿过韩国跆拳道比赛的冠军 我们看到他说他在实战中的运用非常有心得 这里还绣了一腿 后来他又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在我看来 中国武术就像是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好比赛开始我们看到一开场 哇这个武僧直接使用一个拳头硬是把白色的韩国跆拳道选手打到地板上 这个挥拳踢还是被防御住了 哇我们看到武僧的技巧还是蛮好的 在画面中你们看到这个女士她是一个韩国人 双方目前缠斗在一起 裁判也准备要做一个分离 这个时候哇 这韩国人这一脚踹得很可以啊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这一脚真的踢得非常漂亮 不过哇这一次武僧被踢到还是硬是站着 我们可以看到武僧的防御力还是很高啊 好这一拳过去没有能够挥到双方又僵持着 这个时候裁判当然马上做一个分离 不过武僧似乎已经发现韩国对手的一个弱点了 我们看到这一拳过去直接打倒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回拳踢过来的时候 武僧突然一个后仰 身体往后瞬间移动了一下 马上一拳过去 直接KO这一次又闪躲掉了 这一次又闪躲掉了 双方又在分开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波的攻击 好 连武僧也使用了一个右脚踢左脚踢 比赛进行到这个时刻武僧是手脚并用这一脚直接踹倒了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看到韩国跆拳道选手 他起来的速度也变慢了 这个时候给武僧一拳没有打到已经荒了已经乱了 跆拳道打这样的赛事最怕荒了乱了 一旦慌了乱了失去了节奏 简直在乱打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个韩国选手在跟一开始打起来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一开始算是比较冷 现在打得很热 这一旦热的节奏有点乱了 好 这个时候武僧这一拳试探没有成功 我们看到双方又抱在一起武僧一个膝盖去做袭击 这个时候打到角落 好裁判可能又要做一个分开了 分开之后武僧在这个试探闪躲掉两拳 这个时候这一拳轻轻的寒到了韩国 哇靠这一下子直接扣倒了 比赛目前不过经过了两分钟 韩国人已经处于劣势了 这个时候能不能扳回一层至关重要了 我们看到武僧右脚一次试探完之后 做一个哎呦这一拳攻击过去 还好韩国人失去了平衡了 马上这一脚右脚踹过去 左拳打到韩国人 看能不能这一次直接扳倒 再一脚还有一脚 好一个防御防住了 这一脚韩国人不行了 没有体力了有机会了 武僧这时候左拳来了两拳 再一个趁胜追击 先这一脚倒了 韩国人倒了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 旁边的韩国粉丝都哭起来了 看来武僧还是保留着一些体力 这个时候韩国选手还能不能起来呢 还能不能起来呢 好似乎又爬起来了 不过粉丝感到很讶异 我们看到中国的选手在这个时候 已经裁判宣布胜利了 这一下精彩的回放 看到韩国的跆拳道冠军 就此落败了 我是功夫狂人 我们下次见